疫情期间本地建筑和装修业的人力吃紧 从这个星期开始 人力部将逐渐增加外籍员工入境的申请人数 建筑商工会说目前还需要超过1万名员工 而装修业则估计需要多6000个 记者陈思玄的报道 以往一般需要两三名员工的装修工程 如今只有一个人在做 代表130名会员的装修同业商联会指出 努力新年后装修的需求增加 不过疫情拖慢了工程 再加上装修工人 尤其是地砖工人和木匠供不应求 目前的装修工程平均延迟1到3个月 拖延了太久 有一些物主不了解 甚至会投诉到法庭 有一些他比较紧张的物主 我们就叫他把那些酱木原料 换成其他的原料 加快他们的速度完成工作 旗下有约3000名会员的建筑商工会表示 人手短缺问题从去年持续到现在 工程平均拖延约半年以上 除了工地工人也缺罗里斯基 工会说 一旦人力部调高入境申请人数后 估计要在三四个月后才能缓解问题 现在你看我们已经申请的 最快来的是五月了 如果现在开始的话就五月过后 六月才开始 所以六月开始来到新加坡 他要加到一个14到21天的 所以真正帮到我们能够增加人数是七月份 准证的也希望政府能够放宽多一些准证进来 不然的话我们的那些多离司机也是不够 人力部授寻时并没有透露所增加的入境申请额度 但表示有意为外籍员工申请入境许可的公司 可按照目前的程序进行